微信群里传了一个事情就是这样说 就说9月3号放假三天休息在家 做完家务后只做了功课 明年小房子 5号下午做功课后头开始炸的疼 炸开的疼很快 心中问菩萨我头怎么这么疼呢 哪回事呢 晚上受不了头就头疼睡着了 6号早上醒来 梦到自己被叫到地府的地睡局 有人让我在A4纸上用黑色签字笔抄写地府的追信通知 关于许愿小房子的数量没有在许愿的时间内完成 和许愿小房子的数量没有许愿什么时间念完 拖得太久的地睡部门将以一万元的罚款 并按照超过的天数按天计算收取一定的致纳金 高超写完我就梦醒了 这个梦是真的吗 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这个小房子 这个小房子本身就是 这小房子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因为这小房子如果念的话 念的好的话是到天上去的 因为他的质量不好 他就到下面去了 你明白我意思吗 就是一个小孩子做功课 做得好 他可以升学 对不对 毕业 做得不好留学留级 就这样 明白了吗 是这个概念 那许愿完博城是不是 地府的这种真实 这个梦是不是真实 就要交支那间罚款 其实地府他不是跟你算功德的 地府他的确 你看烧明子 烧细薄 这些东西都是钱 对不对 所以地府他是跟你讲这些东西的 所以实际上这个钱 到了上面我经常说可以转换成能量的 在下面就是变成钱 所以这个梦应该是有70%的可行性的 70%的可行性